到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 最後一根稻草是 有一天 壓倒稻草最後一隻駱駝 什麼啦 對 不聊 台中是你跟我講的 好可愛喔 這個要學起來對不對 壓倒稻草的最後一隻駱駝 我聽過賣女孩的小火柴 賣女孩的小火柴 對 壓倒稻草跟稻草 好 重點是你知道嗎 他說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他覺得他已經鎖了 結果那一天他那個鎖好像壞掉 可是他自己沒有發現 因為其實都是女生 他沒有管理 其中有一個他室友的男朋友 那一天他覺得 他後來落荒而逃世 那個室友就帶了一點 後來事後說他喝醉了 但是他那天就是門開了 就進他的房門 他在睡覺 而且是半夜十二點 你知道那個突然一個人 就這樣鑽到他被窩裡面 太恐怖了 所以後來當天晚上十二點 都要打給我 哭得不得了 你看這種室友多恐怖 亂七八糟 不定是炸彈 是 可怕 第二個是什麼 講話聲太吵雜 甚至還被揪人某聚會 我覺得出房子的時候 真的要清楚 室友的一個習慣 跟他工作的性質 還有工作的時間 因為我是一個生活習慣 就是晚十二點一定會睡覺 早上起來 我記得我剛上台北 那時候進唱片公司 還沒有出唱片的時候 跟兩個女生合租一個房子 你就會覺得說 三個女生其實很安全 也沒有去問到說 另外兩個女生 她們的工作時間 結果租了一個月才發現 我對門的那個房間的女生 她是在夜店工作 就是每天三點才會下班的 我覺得三點下班 就每個人工作 其實有自己的一個時間 只要不要干涉到我們OK 可是你慢慢慢慢會發現 當她三點下班的時候 有時候四點多 她就會帶公司的同事 來家裡打麻將 四五 打麻將 那個真的很醜 對 然後順便就會買早餐 三四點的通常都會先去 買早餐 買了就 然後就發現 第一次來的時候 你有時候四五點就會被那個 因為他們打牌都在客廳 然後我們是三個房間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外面客廳 有這麼多人的聲音 那就算了 有時候你到四五點 你睡得睡很輕鬆的 然後你要出去上 因為廁所在外面 你一開門要出去上廁所 你會發現四個咖會這樣看你 對 真的 還好那時候還沒出片 沒有人認識我是誰 然後就變得說 每天一個禮拜出去 會有兩天會這樣 然後每次早上起來的時候 四個會同事看你 不是 因為你門一開 應該有人出來打牌的人 一定會先看嘛 然後你看到這麼多人 你在想 你那室友會不會趁他們在看 你那個室友會不會趁他們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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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室友會不會趁他 你好愛 你沒有趁他要先 你沒有啦 我室友 繼續... 自摸 不是 如果不是 然後到時候又要定得了 對啊 怎麼又有了 那是她的故事 是嗎 如果打牌的是四個女生還好 你知道有時候還有兩個男生 我們睡覺又穿睡衣 有時候又不習慣穿內衣 男兒 女兒 穿穿穿的 怎麼會好 你半夜一開門 然後有男生 男生看著你 你怎麼會好 她那年代是穿肚兜了 對 她很性感 對不起 什麼年代清朝的 不是 你又不能夠跟她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帶室友 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工作時間 到最後我就是人了一年 我住了一年我就搬住 你還選一年 因為房子不好找 室友不好找 尤其不是賺很多錢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挑 所以有地方可以租 便宜就好 我那時候租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隔壁房間是兩個男的 我們那時候思想也很開放 說兩個男就兩個男吧 人家感情好 不行 只是說那兩個相當的密切 第一天晚上我就驚覺不對了 因為我在房間裡面看書 我突然聽到外面 兩個男的其中一個的聲音 啪的一聲 來者合神 這什麼東西 來者合神 好怪喔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 不是合人 是合神 然後我就把門打開一個縫 我要偷看 這兩個白天就像上班族的樣子 到了晚上 男一穿上那個很像神明的那種衣服 男二在演 得逃 不是 要偷看 撃牌嗎 撃牌嗎 翻譯的那個 倒逃語 翻譯 如果是在批名牌 那也是這樣兩個人的事情 小聲一點就好了 不是 就一下子 在家開壇 他那個桌子前面 排了大概八個 阿伯 阿嬤那一種的 不會吧 真的假的 然後頭一位那個阿嬤呢 拿了那個嬰兒的衣服 變神采用褲 甘霧 你給我用一下好不好 甘霧也要用 拿那個已經閉著 拿那個扇子 拿出礦泉水 拿... 拿回去喝 然後就搞 謝謝... 搞半天 搞半天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他是在 借這個地方在開壇用的 因為我們去租這房子的時候 人家就在那邊住很久了 他等於就是二房東 二房東他要租房客 反正他也沒有必要告訴你說 他在那邊幹嘛 不得了了 家庭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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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是廟 幫人家那個 師父 師父的話他不用 一定要在廟裡面 他在家裡面也可以 他就是要辦事的時候 從房間把一尊神像 再抱出來 放在桌上 這種家庭室會更吸引人 更吸引人 上次我看過一個也是 他家庭室 他兒子還跟他搭配 就是要找攝影大哥說 他是什麼虎牙 對... 那個案子 對... 很可怕的兒子 有虎牙 什麼虎牙 虎牙 虎牙上身 然後那小孩在開門 跟記者大哥講 跟攝影大哥講說 不要拍那麼低 因為他說在那個神灘底下 現在虎牙已經在神灘底下 然後攝影大哥想要拿攝影機 不是這樣要翻開那個簾子這樣拍嗎 小孩的時候 會咬喔 所以他講說 會咬喔 會咬喔 因為他是想要踢爆是假的 上身那種 然後那個他就是要被接檢舉 說要踢爆這種怪力亂神 他不管 不會啦... 他這樣不信 小孩就說 會咬喔 會咬喔 不好 不會這樣 然後就這樣 拉開了那個 有一個中年男子 哇 我都... 攝影大哥 你那種 咬小腿 你知道 哇 然後可能是一個中年人 真的會咬 真的 家庭是追逐 家庭 他講了兩個 那個虎牙 台語叫做好牙 他椰子也是叫牙 我們喝的那個醬火的那個椰子 也叫牙 所以那個順哥講過一個 經典的那個故事 對啊 就是我們吃椰子 就是牙 吃椰子的三步驟 因為我們神明不是有虎牙 有七野 有八野 他說先牙 然後 背牙 喝下去 吼牙 這整個椰子 把七野 八野跟虎野 都在一起 這個也能接 回到我那個家庭神坦的故事 一千 兩千 三千 還沒講完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就聽到外面在做法 然後有時候會這樣子 要不說一個月以後 搞了你心神不寧 一個月以後 你也去排隊問事 不是 這樣因為就覺得 人家會把東西都帶來 如木染以後 多少你也會學會一點 有一天差不多 有一天差不多八點多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他跟他約九天 他今天沒空 他說叫我幫他代班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不由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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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件盜跑丟到我身上 我發現 我發現 真的 我發現任何人早上穿上 任何人早上穿上那件衣服 就會想了 就會了 就很像 完全不一樣了就對了 然後你在那邊眼睛閉閉的 其實就像了 你弄弄看 你弄弄看 沒有 就差不多就這樣 你要那個衣服 沒有 那衣服當然不像 那很多真的是騙人的 對 蠻多的 這種東西有真有假 就是真的當然是真的 假的也有 對啊 那後來你有起床嗎 我跟你講演起床真的不難 對啊 對啊 可是有的不是還要拿刀砍 沒有 重點是 你真的有幫人家問事嗎 跟消災解惡嗎 還好 因為那天 不曉得什麼搞的 生意不好 沒有生意 我在那邊栽作兩個重頭 有一些 有一些是因為 有一些上 機種不一定是要砍自己 有些信眾 想要測驗 沒有 這支可以嗎 然後 不行會聽 明明就看到了 這個就跟催眠一樣 我們以前看影片 找一個催眠大師來現場 然後說碰一下你就會睡著 第一個就碰那個維銘哥 碰了 維銘哥站得直挺挺的 維銘哥說你要幹嘛 不是要我碰一下你會睡著 然後他碰一下維銘哥說 可是我不想睡 說硬派的 那時候好流行 很多藝人都睡著 然後最後拿出一根針 宣稱說被他催眠過的人 他拿針 因為他把你的皮拉起來 他拿針穿過你的皮你不會痛 真的假的 有人願意配合我 倒楣的小餅 因為大師指定說要催眠他 好可憐喔 小餅也沒辦法 然後大師在那邊 我看那個小餅的嘴唇一直在抖 然後大師說你被吞餅成功了 然後記得就拉起那個小餅的 那個手的皮 那個小餅整個臉都蒼白了 然後大師就拿針 這個就給他撞過去 小餅說 他媽的 你是在錄的嗎 扣死了 但剛剛維銘哥講的那個是 不知道對方到底是做什麼 我朋友他就是 他在出版社做事 然後因為工作關係 認識他們同公司 有一個也是在出版 那個從一個出版社做事的 他就想說兩個都是男生 那好像也沒有什麼不方便 他那時候租了一層 他就跟那個男生說 如果你找不到房子 我這邊可以讓你分租一個房間 那因為那個男生看起來 就是很乖 然後很宅 然後平常好像也不太會 帶朋友回來的 然後他就OK 他們就開始同居的生活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也都還好 然後大概到一個多月之後 那個男生就常常每個晚上 都會帶朋友回來 而且我朋友從來沒有看過 他出過他的房間 他永遠都是聽到房間裡面 就是很多人在講話 就是聊天聊得很開心 甚至連我們去我們那個朋友 他住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會在客廳 因為他那邊就可以看夜景 什麼就會一起聚 就會問他說 你那個那間到底是住什麼人 就是我們怎麼每次來 從來都沒有看過他 然後那個人每次都好吵好吵 然後也都是到我們有的時候 兩點多走 他們裡面都還很還都不肯走 然後久了之後 我朋友就覺得 這樣下去好像也不是辦法 因為真的有點影響到他的生活 他就開始會敲門 但敲門對方也不開門 有人住在裡面嗎 有 因為都有聲音 然後他也不回應 就不處理 然後後來我朋友想說 好 那也不要難堪 因為撕破臉不好 然後他就開始寫紙條 就會想說 那個你可不可以 就是晚上不要那麼吵 然後慢慢的就是 這個男生就是也都沒有 跟他任何的互動跟回應 然後接下來他就開始不繳房租了 因為出面是我朋友租的 他是二房東 所以那個人就是會在 給我朋友房租 然後後來過了一年之後 我朋友就覺得這樣下去 他真的有點受不了 他就跟那個男的 他就傳簡訊給他說 你已經有大概三四個月的房租 都沒有給我了 那我覺得這樣下去 好像我也沒辦法再租這 我也想要搬走 那房東又要請你 就是把東西收一收 然後那個男生就回 終於回簡訊了 就寫說你不要瞧不起我 我只不過是欠你幾個月的房租 你不要拿他那個房東來押我 然後後來我朋友想說 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就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就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他就真的請第一個房東出面 去跟他的室友聯絡 然後呢 不聯絡還好 一聯絡就好像把那個人激怒了 有一天我朋友就是回家要收東西 因為他是真的要搬走 他一開門他就發現 地上全部都是血 因為原來他那個室友 其實一直都有一些自殘的傾向 然後呢 整個客廳都是血 而且那個血是從樓梯 慢慢慢慢沿上去 然後都是乾掉的 然後我那個朋友會嚇死 趕快打電話給我們 就是你可不可以幫他報警 然後警察去就是硬撞門進去 但也不能把他怎麼樣 強制就醫人這種事 第三種狀況是什麼 只要是食物就偷吃 東西借了也不還 這最好 攀小朋友 對 偷吃東西有時候滿難免的 因為大家共用冰箱 然後你冰箱打開 打開一下 就... 反正因為 他也吃過我的 我就吃他的這樣子 但有時候比較惡劣是說 便當買回來 那學生時代 那便當 因為有事情要忙 所以先放著 其實肚子很餓 等到便當打開就覺得怪怪的 奇怪 我記得我剛剛是叫雞腿便當 那雞腿不見了 對 好假的 那雞腿拿走的時候 飯是不是會凹一個洞 壓有一個壓 那個人滿有心的 媽一把 比方說刮鬍刀 其實刮鬍刀滿私密的 但是你常常 因為以前我們不是電動 都是那種手動那一種 你要用的時候就發現 哎唷 那上面怎麼有毛 那我要不要用 可是我要出門 我不能不剃啊 忍著吧 就是用水沖一沖 然後繼續 有時候我以水沖不乾淨 我出門的時候 好大財 玉琳妳那個 嘴唇那邊怎麼有捲捲的 你差一點嗎 你差一點